波多尼閣是加勒比海一個島 它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而是美國一個境外領土 1898年美西戰爭 西班牙輸了 就將波多尼閣割讓給美國 1952年 波多尼閣有了自己的憲法 成為美國的自治幫 現在的人口有三百多萬 政府是三權分立的共和體制 總督和議員都是直接民選 多年來這個地方都有獨立的聲音 但同時又有人主張加入美國成為第51個州 2012年搞了公投決定是否加入美國 與英國脫勾公投一次過定去留 不同的是他們有兩輪的投票 第一輪的投票決定是否改變與美國的關係 結果五成四的人支持改變 而第二輪的投票就是決定怎樣改變關係 有三個選擇 加入美國成為一個州 擴大自治權 或者是完全獨立 結果是六成一人支持加入美國 不過美國國會就遲遲都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波多尼閣十幾年來經濟陷入衰退 很多人移民了去美國 令到稅收減少 而政府又不斷借錢 債務危機越來越嚴重 根本就還不到錢 想申請破產 但因為是自治幫 無權享受美國法律之下的破產保護 拖到今年6月底 美國國會終於通過波多尼閣的債務重組方案 債台高速 經濟差 人民主要的語言是西班牙民 再加上 久不久就有獨立的聲音 令到美國的政客 經常都只懂得說 尊重波多尼閣人民的選擇 但從來都沒有實際行動 或者我們要看看新任的美國總統 會不會處理這個問題 原本お願い копbo食 続続斯 民謙 olan 與